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可是相当丰富多彩 从中国的电子化领先 政府治理问题到企业财报分析 一应俱全 首先 我们谈到中国的电子化进展 无论是面对黄牛还是技术烂尾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更严格执行电子化 而不是懒政 也有人担心过度电子化会带来新的问题 比如系统崩溃对社会的巨大冲击 接着 我们深入讨论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最新财报 阿里巴巴在云业务和国际商业方面有显著增长 但整体营收和利润都有所下降 而京东则在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方面表现突出 特别是在与多个品牌的战略合作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这些数据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电商巨头 不同的战略和市场表现 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最后 我们聊到谷歌前CEO Eric Schmidt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这可是充满了爆点的内容 他谈到了谷歌在AI领域的失败 TikTok的成功秘诀 以及AI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这些洞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大公司的内部运作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科技发展 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海牙说 HTTPS www.soho.com A800635072底线121434698 中国的电子化 遥遥领先 老中说想杜绝就有办法还是懒正 比如最终确定名单的时候必须刷脸通过 才能发放就可以杜绝黄牛 就是因为这些部门觉得既然免费了 就用不着那么认真了 才有了上述问题 Simon说 为了电子化而电子化很容易烂尾 三中全会决定的纳摩多改革举措 有用力过猛之余 尤其是那个五年之限 老中说 那个叫画饼 所以尽量画得大一点 Simon说 不知道制饼师是山东 还是陕西手艺 喜极而泣 Tiencian说 印度 老中说 应该是陕西主厨 山东大饼 按说还是挺好吃的 分为油饼 单饼 发面饼 最不好吃的是地瓜面的煎饼 不过不管什么饼 切成360份 让各行各业都满意 基本不可能 实际说 方兴海如何失信于习近平 周小团 第一系完顾的上班 政策会换人幕后 习近平的上班下 思想兴趣 帮他 现代城市不能只看地面以上的光鲜亮丽 海牙说 全民讨论也没什么用 鲸鱼的记忆有七秒 人的记忆还不如鲸鱼 没有海底捞和麦斯取股 这才过去几天 转眼间就已经忘了 海谈什么十几年前的七百二十一 Fly100说 阿里巴巴2024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亮点 蓝色小菱形调整后每股收益 16.44元 预期15.00元 同比下降5%蓝色小菱形营收 2432.4亿元 预期2498.5亿元 红色大圆形 同比增长4%蓝色小菱形调整后 EBITDA 511.6亿元 预期475.2亿元 同比下降2%蓝色小菱形云智能集团营收 265.5亿元 同比增长6% 淘宝天猫集团营收 橙色小菱形 中国商业零售 1074.2亿元 同比下降2% 橙色小菱形客户管理 801.2亿元 同比增长1% 橙色小菱形直接销售及其他 273.1亿元 同比下降9% 橙色小菱形中国商业批发 59.5亿元 同比增长16% 橙色小菱形调整后 EBITDA 488.1亿元 同比下降1% 云智能集团 橙色小菱形营收 265.5亿元 同比增长6% 橙色小菱形调整后EBITDA 23.4亿元 同比增长155% AIDC国际数字商业营收 橙色小菱形国际商业零售 236.9亿元 同比增长38% 橙色小菱形国际商业批发 56.0亿元 同比增长12% 橙色小菱形调整后EBITDA 亏损37.1亿元 同比亏损扩大 橙色小菱形调整后EBITDA 亏损3.86亿元 同比亏损收窄 数字媒体及娱乐集团 橙色小菱形营收 55.8亿元 同比增长4% 橙色小菱形调整后EBITDA 亏损1.03亿元 同比亏损扩大 其他指标 橙色小菱形净利润 242.7亿元 同比下降27% 橙色小菱形经营活动 现金流进额 336.4亿元 同比下降26% 橙色小菱形自由现金流 173.7亿元 同比下降56% CEO吴永明评论 蓝色小菱形 我们专注于 通过提供优质产品 有吸引力的价格 和出色的服务 来提升用户体验 这使得淘宝天猫集团的市场份额 趋于稳定 业务重回增长轨道 云业务实现了积极的收入增长势头 这得益于公共云和 AI相关产品的采用 我们将继续投资 以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CFO徐红评论 蓝色小菱形 我们继续在核心业务上 进行增长投资 同时通过提高运营效率 减少其他业务单元的亏损 我们保持了利润率的完整性 并实现了一致的调整后 EBITDA 我们还通过回购58亿美元的股票 为股东创造了显著的价值回报 云智能集团表现 橙色小菱形与业务呈现积极势头 特别是公共云和AI相关产品 带来显著增长 AI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达到三位数 国际数字商业增长 橙色小菱形AIDC表现强劲 尤其是速卖通 AliExpress和Trendial 推动跨境业务显著增长 京东2024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亮点 蓝色小菱形每股收益9.36元 预期6.24元 同比增长73.7% 蓝色小菱形营收2914亿元 预期2914.7亿元 同比增长1.2% 分布营收 蓝色小菱形京东零售2571亿元 同比增长1.5% 蓝色小菱形京东零售442亿元 同比增长7.7% 蓝色小菱形新业务46亿元 同比下降35.0% 品类营收 蓝色小菱形电子产品和家电 1451亿元 同比下降4.6% 蓝色小菱形一般商品888亿元 同比增长8.7% 蓝色小菱形平台及营销 234亿元 同比增长4.1% 蓝色小菱形物流及其他服务 341亿元 同比增长7.9% 盈利能力 蓝色小菱形营业利润 105亿元 营业利润率3.6% 2023年第二季度 2.9% 蓝色小菱形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6亿元 同比增长92.1% 净利润率4.3% 2023年第二季度 2.3% 现金流 蓝色小菱形经营活动现金流 740亿元 同比增长40.9% 蓝色小菱形自由现金流 556亿元 同比增长66.2% 战略和业务亮点 橙色小菱形京东零售 与小米、联想、OPPO等品牌 以及奢侈品牌 Nunker和Alexander One 达成战略合作 橙色小菱形京东健康 与制药公司合作 在线上推出新药 包括用于阿尔茨海莫病的 Lak & Buy注册商标符号 橙色小菱形京东物流 通过成本降低和改进车辆调度 提高了网络效率和盈利能力 股票回购 蓝色小菱形 2024财年第二季度 回购1.368亿股 A类普通股 相当于6840万份 ADS 总价值21亿美元 蓝色小菱形 2024财年上半年 累计回购2.243亿股 A类普通股 相当于1.122亿份 ADS 总价值33亿美元 CEO评论 橙色小菱形 我们专注于供应链实力和用户体验 推动了本季度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为未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 CFO评论 橙色小菱形毛利率的提升和严格的增长策略 使我们实现了创纪录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反映了我们对股东价值的承诺 谁说 散户规格 韩国成了福气的阿斗 谁的错 受思想兴致爆Type-7 比GC7内切成DB4 田店说 应该欣慰才对 只有错或大错才蕴含大机会 未来只有股权才可能改变人生 除非自己是个人才 例如中国三大激光雷达 除华为没上市 上市炒过后只剩一折多 虽都亏损 但营收放量明显 难道不是好机会 关键是能否拿住 李奇说得很对 任何一个市场都是少部分突出表现 而大部分都是铁锈股 说说一个曾经都是外企的细分行业 空旋系统 上半年外企被抛在后面了 如果未来一二十年 中国汽车企业能站稳全球 还会苦恼今天的市场吗 麻婆豆腐说 配本赚腰盒的企业长布了 尤其制造业 甜点说 这个定语好 但哪个不是制造业 可乐 制药 医疗器械 海牙说 有点好笑 曾经担任谷歌CEO 长达十年之久的Eric Schmidt 前几天去斯坦福大学 受邀计算机学院的会议 他的演讲全程各种放飞自我 中途与重心长地告诉台下学生 这场会议是保密的 自己说的那些话千万不要外传 然而主办方对Eric Schmidt说 这场会议有摄像头正在全程直播 他的表情就凝固了 虽然斯坦福大学后来把视频从YouTube撤了下去 但已经有很多人都做了存档 Github上也有全文备份 Transcripts Stanford底线Econ295CS323底线 海底线2024底线海底线 The底线H底线V底线AI 底线Eric 底线Schmidt Dintext 照例给大家画画重点 现在的谷歌为什么在AI领域输得一塌糊涂 因为谷歌觉得让员工紧早回家和平衡工作比赢的竞争更加重要 如果你的员工每个星期只来公司上一天班 你怎么可能比得过OpenAI或是Anthrobic 看看马斯克 看看台积电 这些公司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为能够卷员工 你必须要把员工逼得够紧才能获胜 台积电会让物理学博士第一年下工厂干活 你们能想象美国的博士升去流水线吗 自己犯过很多错误 比如曾经觉得英伟达的Kula是很蠢的编程语言 但现在Kula是英伟达最牛逼的护城河 所有的大模型都要在Kula上运行 而只有英伟达的GPU支持Kula 这是其他芯片和动不了的组合 还有微软跟OpenAI合作时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 微软怎么能把最重要的AI业务外包给那种小公司 结果再次看走了眼 再瞧瞧苹果在AI上的温吞 大公司真的都官僚化了 奋斗逼都在创业 TikTok给美国人上了一课 在做各位年轻人以后如果创业 能偷音乐什么的就赶紧去做 似乎是在Hey TikTok早期纵容盗版BMG 如果你做成了 就有钱雇佣最顶级的律师帮你擦屁股 如果你没做成 那就没人会起诉你 OpenAI的星际之门在宣传时说 需要1000亿美金 实际上可能3000亿都打不住 能源缺口太大了 给白宫提过建议 美国以后要么跟加拿大打好关系 水电资源丰富 劳动力便宜 而且够近 要么去和阿拉伯国家套近乎 让他们来做主权投资 欧洲已经没戏了 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所在地 一直都在摧毁科技创新的机会 可能法国还有点希望 德国不行 其他欧洲国家就更不用提了 印度是美国盟友里 最重要的摇摆州 以及美国已经失去了中国 开源很好 谷歌历史上的大部分基础设施 也都受益于开源 但是说实话 AI行业的成本太高了 开源负担不起 自己投资的法国大模型 Mistral将会转为碧源路线了 不是所有公司都愿意 且有能力像Meta一样当冤大头 AI会让富者越富 穷人横穷 国家也是 这是一场强国之间的游戏 没有技术资源的国家 需要拿到加入强国供应链的门票 否则也将错过盛宴 AI芯片属于高端制造业 产值很高 但不太可能拉动就业 你们可能没几个人去过芯片制造厂 里面全是机械化生产 不需要人 人又笨又脏 所以不要指望制造业复兴 苹果把MacBook的产线迁回德州 不是因为德州工资低 因为根本不用再大规模雇人了 历史上 电力在引入工厂之后 并不比蒸汽机创造了更多的生产力 是过了大概30年左右 分布式电源改造了车间布局 推动组装系统的出现 再才开始了生产力的飞跃 现在的AI和当初的电力一样 有价值 但还需要组织创新 才能真正拿到巨大的回报 目前大家都还只是在摘取低垂的果实 来自X HTTPS X.HomeFactualStatus 1824268338899587494T 等于7JPZGK 6KFPGQRWFIWZL 6FG&S等于19 天线说 海博企这么早 海牙说 我为6度担忧啊 有个不靠谱的班长 看看人家的历史洞察力 别老抖机灵 甜点说 没事的 有你们几个大家撑场面 小虾米荡不起浪花的 老甜气的跑到鹤岗吐血去了 Yaron说 消费降级 天线说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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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鹤岗吗 那叫鸡西 都是情类保护 级别差的远呢 算了 你反正是上步了 清华了 老中说 再说一遍 为什么清华 这种没有自由 和创意的地方 老要被说成 是中国的麻省理工 总有和我一样 不想去的人吧 说不定海伯他爹也对清华有意见呢 我觉得要是做专业的话或者想出国深造的话 还是去上海交大更好一点 天线说 那海伯就是因为语文不好没考上上海交大老中书这样满意了吧 田典说 我同学就是田交大语文失常考不上估计作文偏题没复查 树里话特别好 最后调到武汉水运在地板上翻滚大校 麻婆豆腐说 中国在其正式的国际收支数据中 有一种新的方法来计算其良好的顺差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这也解释了经常账户盈余明显下降的原因 如果一家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签订合同 在中国生产该外国公司的商品 然后在中国接收这些货物的货物 中国将其视为出口 即使货物从未离开过中国 外国公司是外国公司 因此 商品从中国生产商转移到外国公司就是向非居民转移 或者说是这样的 尽管这种交易大概是以人民币结算的 如果商品然后在中国境外销售 那一切都很好 这显然是一种出口 因为它在运往国外并进入海关数据时越过边境 但是 如果外国公司转身将和通制造商为其生产的商品卖到中国境内 那么奇怪的转折就会发生 这些货物现在在国际收支数据中被算作进口货物 因此 中国向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出口商品 然后从同一家公司进口这些商品 即使货物从未离开过中国 如果货物的销售价格高于汉通制造商收到的价格 则最终被报告为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逆差 海牙说 iPhone就是这样的吧 10月说 谷歌前CEO保密演讲卸出谷歌一败头顶 欧洲晚了 TikTaka我们胆子要大 台湾有致命大话 而是强国的游戏 华尔街争议 20240816 D5BJ Teddy Aaron 6111 前年还是昨天 华尔街日报登了这故事 我看了 每个同事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